那很多的花儿呢喜欢养金边瑞香 老师问我说这个金边瑞香怎么养 其实您要了解一个是茶花 一个是杜鹃还有一个金边瑞香 还有一个桂花这种东西呢 它都是喜欢在那种空气湿度比较高的地方生长的才会比较哇塞 你类似于说我们大棚里面是吧 它就是空气湿度就很OK 它就长得很好 很多的话说我在家里面养不好 您在家里面养不好一般有几个条件呢 就是第一光照不足 这种东西是不怕晒的 你像茶花跟杜鹃还有桂花这些它都可以全日照 但是呢你得具备一个什么条件呢 就是光光照充足的时候水分给的一定要很足 那不仅仅是花盆里面要给足 而是整个的空气湿度都会哇塞 你就打个比方说北方的花油你理解不了 你增过桑拿吗 你考过那个增过桑拿吗 有的话说南方的话说我没增过桑拿 你没增过桑拿我就简单的给你形容一下 就是人在一个密闭的空间有一个电炉子 然后呢往上面泼水 人呢整个的是在那种雾里面 像蒸馒头一样把自己给蒸一蒸 而不是说直接在那个炭火旁边去烤 那太阳就像炭火 如果直接烤呢就会烤干 人呀就会成为烤羊肉串 所以说呢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你把空气湿度整上来 它并不怎么怕热 也不怎么怕晒 明白了吗 所以说呢它是喜欢这种气候 如果说你拿起了这个关键的点 基本上养花就没什么问题 那再一个呢就是浇水在一块很多的花肉呢 就是老是用一些吃饭 你像我啊万年不变的 只要是盆子 不论用什么牌子的 不论用什么样子的 只要是浇了水都能漏出来 透水排气都很哇塞 排水透气都很哇塞 再一个呢就用那种进口的泥炭土 这个呢我们家也有卖 当然别的也有卖 就是正如八经那种北欧进口的那种泥炭 像旧水晶花族也是用的这种 其他的呢就没什么很神秘的东西了 那日常的浇水的时候呢我们都是 就是我现在脚下面呢是一个水池 就是我们会把这个水困起来 就是放的会比较久一些 然后呢有些水碱都会慢慢的沉淀下去 如果大家没有这种条件的话呢 您可以啊就是多用一些那种净化过的水 或者说多去接一些雨水用来养它 这个就很简单了 你只要把握了咱们刚才说的这一点 那有的话说我没这么多时间 没这么多时间呢您就找个塑料袋 晚上的时候给套起来 白天的时候那正常的时候咱们浇水呢 还是说找一根筷子或者竹签 正常的呢从中间插进去 等到每次拔出来看 等到干了再浇不干不浇 那么呢最好是带一些个叫繁肥水 那至少要一个月来一次 维持一下这个盆土的酸碱度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只要温度不低于15度 光照给足空气速度给上 不要长时间的一个碱性过沟 它就解决了 像桂花茶花杜鹃瑞香 这些养货你都会变得非常的简单和易热 好了吧总结一下就是光照给足 塑料袋啊翻肥水啊浇水啊 没事的时候翻翻前面多理一理吧 可能说的比较乱 不是说的比较烂了 觉得不错 麻烦大家点个赞 当然了记住每天早上十点半 来我直播见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